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多好啊 我听说这李逵还给他爸爸下跪了 多孝顺的孩子 当时把我也给吓了一跳 我以为啊 他受了这么多年西方教育 做不来这事吗 这说明啊 你在李培心中多重要 李逵他爸爸还问呢 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 他想拜访你们 老团长 你说呢 是啊 我看 双方家长是该见面了 今天来不及了 怎么着 定明天怎么样 我带着儿子登门讨扰 就是来征求一下你们俩二位啊 对他们事的意见 对 李逵这孩子呀 没得挑 是啊是啊 李逵这孩子啊 我们俩都特别喜欢 对 非常优秀 那咱们就 亲家了 亲家姑 亲家母 另外啊 我还有一个想法 既然是好事咱就提前 那他们俩这事咱就提到日程上来 那您的意思是 不瞒你们俩会说啊 不瞒你们俩会说啊 临出门的时候 我还专门翻了一下黄历 明天就是大吉的日子 我的意见啊 明天呢 他们俩把证领了去 好不好 明天呢 不不不 您的意见 您的意见 那明天就 老团长 您做主吧 行 好事要早 亲家 这事就按你的意思办 得了 来 喝茶 喝喜茶 来 宋梅啊 我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 我们家妹妹和李逵登记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好 那 那是好事啊 我真是高兴死了 我跟你说啊 李逵那孩子太懂事了 当着那么多人面 光机 给我们妹妹跪下了 差不多就行了啊 少说点 你都不知道那场面有多温馨 多浪漫 一地的鲜花 你想一想 李逵要不是那么爱我们妹妹 她能这样吗 我这个当丈母娘的 我做梦我都能乐行 还有一件事 你得替我保密啊 这孩子真有钱 你知道吗 她送了我们为了一个订婚戒指 差不多有 有四颗拉呢 是不是 那当然了 这样 我这些有客人啊 我就不能跟你多说了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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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电话 她挂我电话了 又吃我醋了 你这套就是苏 小人得志 就这玩意儿 就是小人得志 桃子 我跟你说点事啊 李逵跟薇薇等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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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跟薇薇正在一块儿呢 我跟薇薇正在一块儿呢 过了 我妈跟我说你结婚的事 薇薇 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 你仔细看 开心是开心 这一笑就特显老 什么眼角文啊法令文全出来了 哪儿啊 你点儿啊 你点儿都不鲜老 多好看哪 再说了我觉得呀 女人在结婚证上的照片 是最美的 是吗 我觉得也是 其实这事挺突然的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但是李逵那气势啊 让我完全没办法抵挡 你看从一开始 她跟我求婚到登记 我都是一路傻乎乎地 被她牵着走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呢 这李逵做事还挺利索的 真羡慕你啊 真为你开心 薇薇 其实一开始啊 我也有挺多顾虑 也挺担心的 但是桃子你想 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女人 其实一天一天都在贬值的 要想找个好男人 哪有那么容易啊 李逵吧条件挺好的 我要是错过了她 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 比她还好的男人了 李逵她想要个孩子 我也做好了怀孕的准备了 真的 你知道两个人要是 在一起的话 想要感情稳定 家庭和睦 必须得有个孩子 薇薇 好不容易到手的幸福 你就给她抓紧了 我知道 好 什么 我爸 什么都不容易了 就等我来 我去看来 我去挑战了 我去做什么 我去吧 我会去保险你 我也去找个孩子 我是球球她爸 球球她爸 球球她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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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叔叔您好 您跟阿姨身体都好吗 我和球球啊 特别想念你们 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好好好 那什么球球就在吗 你让他跟跟我说两句话 果叔叔 特别不好意思 那个球球啊 今天跟他爷爷出去玩去了 还没回来呢 没在啊 对 那什么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挺好的 您就别惦记了 那什么 我就是想问候您 和阿姨一下 您挺好就行了 有时间那咱们再联系 好好好 好 那就这样 果叔 再见 小吴 玩去了 跟那爷爷玩去了 亲爷爷 哎呀 哎呀 亲的啊 算了 算了 算了啊 哎呀 这孩子好啊 比什么都强 你不是跟老李都约好了吗 去 去练什么打鼓 都都快到点了 快去吧 快快快快 我不去 你一跟老李回一点晚就说 今儿去 今儿不去 哎呀 你快多出去走走 你 我说不舒服 多出去走走就舒服了 不是 我真不舒服 我说真没劲 那怎么了你 看看 你真发烧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干净 这热度还挺高的 快走走走 快进屋躺着去 来 我给你试试体温 快 这都三十七度九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干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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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上医院去 我给果然打电话 快起来 不是 你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呀 他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我不去医院 我睡会儿觉觉 这不上医院怎么行啊 你看你都烧成什么样了 烧成什么样了 这不是三十八度还没到 三十八度才算烧呢 我去不是让人笑话吗 你不知道 这上了岁数 这个度数就算烧了 谁说的 任医院说了 不管多的岁数 不到三十八度就不算烧 好 我现在三十七度就 我就不算烧 我不去 走走走 走吧 走 你走 我睡觉睡觉睡觉 走 好好好 我去给你 熬锅这个姜汤水 好吧 我去听听看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 他 lå着 我去洗澡 你洗澡 你洗澡 我不洗澡 你洗澡 我去洗澡 你洗澡 行 谁洗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求这孩子可真找人稀罕 以后啊 我可不看别人的孩子了 看伤心了 我要看了 我要看自己的孙子 你说果然要是给咱们生一个 咱们俩给他带着 多好啊 老果呀 我问你一件事儿 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你和果然是不是有事儿一直瞒着我 我 瞒什么呢 果然和桃子是不是一直有来往 也就是你自己的孙子 老果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果然 要是真的那么喜欢杨桃 我什么话都不说了 他们愿意这么着就这么着吧 我顶多不跟他那个疯妈又来往 不过有一点他们必须做到 得尽快给我们家生个孩子 你看你这早这样是多好啊你 不过 你这又怎么了 不是 你说你啊 你和果然的老丈母娘啊 老有矛盾 果然的家子中间受加本气 我的意思呢 你能不能让一步 我还没让步啊 你什么意思啊 好像我一直在犯错似的 我为什么啊 我还不是为了果然今后的幸福着想吗 我知道 知道 不是我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说想提醒你一句 你说老这么下去 那果然能幸福吗 你提醒他对 你提醒他对 我懂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知道了 喂 喂 果然吧 还没上班呢 我马上走了 你妈上街买菜去了 我跟你说呀 目前形势大好啊 不是小好 还比往任何时候都好 我告诉你一个细讯 你和桃子的事啊 你妈松口了 真的假的啊 什么真的假的呀 我还能骗你呀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有这方面的能力 只要我加强力度 就你妈这点事 我告诉你说 几下我就搞平 不是 爸 就一般您说这话都 行吧 我那个中午 中午我回一趟 好吧 行行行 那那那你中午赶紧回来啊 咱们俩趁着打起 把这事锁死搞定 一锤定音 爸 妈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你怎么要快回来了 我想我妈了 我这孩子 妈 你看我给你买块手表 我搭给你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谢谢儿子 还小子 天哪 这么漂亮 我可舍不得戴 这舍不得干嘛 该戴就戴呗 这同样有纪念意义 果然呐 你回来得正好 你爸昨天都发烧了 三十七度九 是吗 那那现在还烧烧了 都不烧了现在 对了 那个爸那您因为什么发的烧 想求求了 想的 不是嘛 你这昨天我就说了 我说我这这辈子 我再不给看别人的孩子了 我让你看伤了心了 我要看我就看自己的孩子 看我的孙子 是 就是爸您的这些话 就是 让我这个当儿子的内心 深受震动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 我老大不晓得了 我一直也没有解决 我这个终身大事 你看我妈呢 一直也在外面给我相亲 想让我早点结婚 但我用尽各种办法 这总是推脱 叫妈妈你当儿子的对不起你 就是我尽快地 把我这个终身大事 迅速地提到疫情上来 有这态度就好 妈呢也给你施加了点压力 也做得不好啊 这其实你妈呢 这对你挺好的 时时刻刻地都想着你 昨天我们俩呢 深谈了半宿 是吗 你妈特别激动 而且呢 对你和桃子的事啊 还有她和桃子她妈这种关系呢 都有一种重新认识 重新的看法 你跟那儿子说说 让你儿子也告一告一 快快快 说 妈那您谈谈 您跟我谈谈 昨天晚上啊 我一宿没睡好 经过我深思熟虑 我仍然认为桃子不合适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说法上 不是这么说的呀 不是你说你 他们俩的事 你不是不管了吗 你还挺激动的 你还拉着我的手 挺动情的 你怎么这今儿 一早上睡一宿觉 就变卦了呢 我怎么不能变卦呀 你想想 桃子都多大了 三十二岁了 我觉得她年龄 实在是太大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女性最佳怀孕期是 二十五到三十岁 三十二岁的女人了 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二十六岁的 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大胖小子 为什么也偏要在桃子 这棵树上吊死 不是你昨天你怎么不说呢 你那昨天他真没跟我说 你说不是 我跟你说过 这是终身大事 不是你没这么玩的 你这出尔反尔嘛 你这闻闹毛认的 这又得发烧我跟你说 行 行了爸 您也别发烧了 妈 我是说了吧 我今天中午回来 我就是想十分认真 十分严肃地跟您谈谈 我这个终身大事的问题 我十分肯定地跟您说 我并没有被桃子的美貌所迷惑 我也没有被他妈的唐一 他们家的 我也没有被他们家的 唐一炮弹所击中 但是我被桃子的心灵美所擒厚 我最近这段日子 我晚上我也睡不好觉 我晚上老做梦 就我老梦颠倒 他老在我眼前晃 还老朝我笑 他笑什么他笑 您别管笑什么 就反正我现在 我跟桃子 我们俩这个感情的进展 就很迅速 就已经到了 无可挽回的地步 什么就无法挽回了 出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发生了关系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 是不是 他主动勾引你的 是我主动勾引的他 好 好好好 好 不是不是 不是和你说你这好大胆啊你 不是你怎么能干这种伤风百足的事呢 我和你妈这都是老师 对对 你妈是几十年的优秀教师 你就再教一切 谁谁谁不知道你啊 是不是啊 你说你干这种事 你不是沾你妈嘴巴吗 再有 你对桃子也是不负责任哪 你既然敢做了 你就要敢当 你就要负责任 不能呸呸呸我就走 好汉做事好汉当 对对 你说吧 您 您这有什么打算 叔叔 对对 爸您批评的对 而且我现在我跟桃子吧 就是桃子就已经赖上我了 就彻底赖上我了 我知道我这样的这个做法呢 就特别不好 就我 我的这种行为 深深地伤害了 咱们这样一个传统的 书香门第的家庭 我呢也辜负了妈 您从小对我的尊准教诲 您从小就教育我要热爱祖国 爱人民 要勇于肩负起责任 所以呢我更不能让您失望 我就更应该把这个责任肩负起来 我呢也不能再让您的这个名誉呢 遭受到伤害 所以妈我为了不辜负您从小对我的教育 我决定要对桃子负起责任 要对桃子的一生一世 负起责任 深刻 太深刻了 我跟你说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知道吗 知道 是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好了好了好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我看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结婚 抓紧要个孩子 把咱们家不能够忧生忧郁的损失 降到最低 那个爸是不是该做饭了是吧 走 走 走 妈是那炒那油菜是吧 好啊 哎 宋伯 这儿买菜去啊 不买菜怎么着 喝西北风啊 走 我陪你一块儿去 不用 你忙你的大事吧 咱可不敢耽误你的时间 今儿这怎么了 那话都横着出 没怎么呀 就是恭喜你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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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谢了谢了谢了 你都听说了 怎么着 儿媳妇见得挺好吧 挺满意吧 还行吧 也没大劲了啊 收着点 掌握点分寸 那哪敢呢 其实啊我大心眼里啊 是真喜欢桃子 你看年轻人他们看不对眼 咱们也没办法 果然和桃子怎么样了 有什么进展 撑到这儿了 不去买菜了 我想起来了 有些事就得你去完成 那你合适 这道房位 走吧 给我上楼 快点儿 您那个认识这花吗 不认识 君子兰吧 李大哥 我是想拜托您一件事 您帮我把这个送给冯兰芝 那鬼劲过去了啊 啥劲不劲呢 我就压根没跟他劲 无所谓了 就认个村怎么着 也不掉块肉是吧 没啥了不起的 妹子 你能这么想 真是太好了 你连我都打动了 你想想 李大哥 你也太容易被打动了 真的真的 没心一片送之蓝 寒笑话言寒 万花丛中 真君子 此情可问天 怎么样 李大哥 我没想到我这一盆小花啊 引得您失信都大发了 一忧未尽呢 还 还有 老夫今日领圣旨 立马一溜烟 李大哥 你怎么那么齐啊 慢点 你这 这花真不错啊 这买的 专门给你们送的 你看我这命啊 前两天那我还真想 去买盆君子兰吧 你可今天你就给我送来了 有福不用忙啊是吧 心想事成 来 朗里 喝杯茶 要谢啊 别谢我 你要谢一个人 薛素梅 他叫我给你送的 是他呀 我不敢要 怎么了 兴许里边啊 埋着一颗定时炸弹 还原子弹呢 是 这个花啊 素梅可是精心养了好几年 她不是代表高贵吗 她要亲自给你送过来 可是又一想你们之间 这个呢 是吧 不好意思 就叫我送了这个事 另外呢她叫我带花 说是啊 过去的事 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要怪怪她那个臭脾气 她就那么个人吗 你说是吧 听说过借花献华 对没有 你就是佛 人家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下了 你说你还怎么着 我担待不起 你还别说 老果真说对了 借花献佛 素梅思底下老跟我说 你有一副菩萨心成 菩萨什么佛呀是吧 对吗 对 老果 既然兰芝同志 这么不喜欢这个君子兰 那我就误归原主去啊 对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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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老李 我跟你说 老李啊 这是果然给我买的围巾 你看这花里火哨的 我呀也带不出去 给桃子她妈吧 她是个女演员 带着正合适 也算我回个礼 太好了 我代表她谢谢你 而且呢我这个人呢 特爱助人为乐 那男生 这样 我就把维坚和君子兰 一并带走了啊 老李 放下吧 你说你都搬来了 我还能让你搬回去 放下吧 我把酒化了 你看我这儿就晕了呢 这也太 啥啥啊 这哪儿带得出去啊这 怎样也带不出去 你可以带出去 这肯定人家送她的 她 她带不出去 她送我了她 那兰芝是这么说的啊 嗯 说你特别会保养 那还真是 一看就那么年轻 比她也年轻多了 反正你带绝对合适 李大哥 她这么说的 对 这不像她说的话 我跟你讲 您可不许狂暴军情 不是绝对是 真是军情 而且她说啊 这个不配她 配你 这原话啊 李大哥 你再见着她 你跟她说就说我谢谢她了 我笑纳 一定带到 笑纳 真的假的 我妈给你妈送了盆花 真的 李叔亲自给送过来的 那 那你妈什么反应啊 我妈这位表现特好 回凤条围巾 你们俩太可爱了 其实我妈这人一般不可爱 但是一旦可爱起来 超可爱 我妈可爱起来也可爱着呢 那是 那是 好 七星 飘飘又离家出走了啊 好 别着急 我这就到 好嘞 别急啊 拜拜 怎么了 七星跟飘飘俩人闹别扭 完了飘飘呢 给七星留下一份离婚协议 那就人间蒸发了 不是 那那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 不 平均每周都得说一回离婚 我这耳朵都还挺烦了 这回呢 俩人就觉着呀 老说 没劲 是吧 直接从口头升级到文字 还离婚协议 其实见过离婚协议什么样 我也过去看看去 我看怎么就离婚协议了 不是 那个 我今天店里也没什么事 我跟您一块过去吧 你觉得太好奇了吧 不是 我就怕出事了 走 我 我也去看 我好想 你消消气了吗 消气了 你消气了 离婚协议都写了 这 这怎么情况 这又好了又 这我们俩闹着玩儿来着 这不就小孩脾气 然后消气了 自己就跑过来了 你说说吧 别让我们俩人白来啊 又 又 又因为什么 又吵架呀 不是也没什么大事是吧 哥 都怪他 我看上一条裙子特喜欢 七袖就是不给我买 我千年飘飘喜欢 就给他买吧 不是 姐 你不知道 就当时他不是胖吗 胖 然后我们去室里 觉得穿不进去 我得揣着他那小屁屁 然后一拉脸 这 这才能穿上 那我不是都喝毕生缘了吗 我都姐一个月都瘦了 不是 你再说一遍 你喝什么了 毕生缘啊 不是 你真喝了 喝了 那是药你这儿 你喝它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 那不是药 那是纯植物的 对身体没危害 不是 我说你胖 我是跟你开玩笑呢 其实那裙子 我转天我就给你买了 我就是想等这次 就是咱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给你 你说你这一张立婚协议书 然后搁这儿了 你说让我怎么给你 那你不是没告诉我吗 我现在不是告诉你呢 再说 我总觉得你没结婚之前 对我好了吗 我还不对你好 我现在对你好不好 亲爱的 那你带还行吗 是不是 那以后我想要什么 你给我买什么 我给你买 那我想吃什么 你就带我吃什么 我就不带你吃了吗 难道 是不是 以后你要星星要月亮 我全给你摘下来 行不行啊 对 然后你说 老婆大爷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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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对对对对我做了 那你以后不许乱宝 别乱宝让着急啊 嗯 我 我也送你一条裙了吗 不用 我要 没关系 多一条就多一条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不用 你想 别不好意思 就大大方说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 那款呢 那个 你们继续 继续 蓝色的你喜欢吗 喜欢 那黄色的 去 automate 又来 嗯 我就肯定把自己几变搭 特别美好 你觉得 挺美好 那个 跟你说个事呗 我打算 辞去我民政局的工作 我爸爸就停上碗扔了 我实现我梦想的 你又怎么样 你要把民政局工作给辞了 对不起啊 我 我都不知道你梦想是什么 你也没跟我说过 我把我摄影这事捡进来 我干摄影师啊 我跟你说吧 我前面那三十五年 我就一直活在我妈的这阴影之下 就我妈用她那钢罩 就是一直摁着我 我现在打算 我要挣脱出我妈这钢罩 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我要自由 我要去广阔的 一望无垠的 非洲草原上 我拿面包为狮子 骑在长领路的脖子上 在书尖上那一面 然后 我再拿小狮子看犀牛 让犀牛追我 我骑着摸摸车跑 然后稍在脚上 端起照相机 把他们记录下 你觉得怎么样 你都想好了 想好了 嗯 只要你开心就行 你要开心我就支持你 谢谢 七星 你之前跟我说那个 咱们一块儿合伙弄这家店 然后开工作室的事还算数吗 算数啊 不是这叫了哥你那么多回 你也不来啊 我决定了 我打算辞去我民政局的工作 咱们合伙干 我打算辞去我民政局的工作 真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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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哥哥加入啊 就终于想头了 那什么 你现在把你那账号给我 我把一半钱给你打 说什么呢 哥 你这提前不是就俗了吗 要是没你的话 你弟弟我能干这个吗 他叫你狗贩子还黄毛的 就是我还当狗贩子呢 当时 不是那个弟 咱们亲兄弟民算账 就证定了 你尽快把账号给我 我哥把钱给你打过去 未来我是这么想的 明年咱争取再开一家店 五年之内 咱开成全国连锁 全国至少要有六家店 然后业务上我绝得扩大 以后不能光拍狗了 稍带角连人一块拍 那得拿我先那手 哥 我先拍你啊 来来来 一咖啡带酒啊 来 干杯 来吧 你这厨艺最近这见长啊 就是 你可有两三年没下厨房了啊 今天这怎么着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怎么着也不能把手一掉了 来 妈 来 爸 来来来来 好 妈 您尝尝 爸 吃饭 好 来 来 现在正好 那个 爸妈 我今天就是把你们 要请到我这儿来 有一个 就是 严肃认真的事情想跟你们 谈谈 衷心的希望能够 得到你们的同意 什么事啊 说吧 就是 妈 我说了您别生气啊 就是 我想辞去民政局的工作 不要在那儿干了 什么 为什么 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 我想把民政局那工作 给辞了 为什么呀 您傻呀你呀 那民政局那工作 那儿多好的工作啊 汗烙饱受 多少人都在羡慕啊 你也没想想 当初你考民政局的时候 你吃了多少苦啊 就是妈我 我今天我跟您说几句 说几句掏心窝窝窝的话 就我从小到大 我时事我都听您的 我从上小学 然后初中到哪个学校 高中到哪个学校 大学考哪儿 然后包括考公务员 我全都听您的 就是我也跟您说 我小时候我就挺爱好设计的 其实当时高中毕业之后 我跟我爸我们爷俩商量过 我想考那个摄影学院 然后您死活不同意 就您逼着我考那个师范学院 事实证明我确实是 当不了老师 我不是那个材料 然后后来您又让我 考那个公务员 就我也考了 我在我民政局 我这儿一干 就差不多这也快十年了吧 我跟您说我在民政局 我就是干一辈子 我混一辈子 我也当不了处长 我更甭提当什么局长 妈 我跟您说我也不瞒您 就前两天 那个我们单位 就组织去提检去 然后正好呢 那个医院边上 有一个那个心理测试